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的面词 玄武忌动 什么叫玄武忌动 其实玄武就是你的后方 来讲你的后方 尽量不要有东西在那边动来动去 不然你会精神不灵 很容易会产生疑神疑鬼 作业不专心的一种情况 所以要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是你的后方不要是走道 也不要有窗户 这样子你玄武动的情况就不会出现 过来你房子后方也是一样 不要去动 例如房子后方是马路 这样子走来走去的话 当然就是气动 这样子你住的这间房子 也一样会导致你的什么 精神方面的一个问题 甚至他也一样会漏财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就是说玄武忌动 他悸动 他为什么要悸动 因为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财运方面的一个问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